大事不好了 等下会有毒水下降 兔妹妹 我们赶快建房子啊 这风和日丽的 哪有什么毒水啊 我可不管你了 这边先用孔雀石块 把地板都给铺上 嘿嘿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符合 我现在的气质 阿呸 丑得要死 一会儿还是让你看看 我的豪华别墅吧 气 就你那建筑水平 顶多也就是做一个火柴盒 还是让你看看我的吧 屋顶全部都用 黄颜色的玻璃灯给盖上 不仅可以照明 而且还能抵挡毒水 然后无言的话 也用玻璃灯给围上吧 嘿嘿 这次我要做一个 与众不同的别墅 等下绝对亮瞎你的太和金眼 哎呀 还想做与众不同的别墅 就你那房子 从来都不装门 我看你还是研究研究 先把门给装上再说吧 没有你妈 哼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这叫做简约时尚 小兔子 你这房子建的也太小了吧 来 我再往你那边 做一个玻璃走廊 一会儿你要是坚持不住的话 就来我家避难吧 去 一边去 我根本不需要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据说这次毒水还有腐蚀性 我看你一会儿 怎么能坚持到最后的 这边看我再接着把四面墙 全部都用超坚固的钢瓦玻璃给封上 糟糕 毒水开始下降了 嘿嘿 你们看 我这屋里面安全着呢 一点事都没有 且 我也安全着呢 而且还能欣赏外面的毒水 哎呀 别着急啊 这边看我再继续装修屋内 首先在屋顶 放上几个欧式吊灯 怎么样 这层子感一下就提升上去了 然后在这个角落 再放上两张西梦斯大床 中间的位置 再放上桌子和椅子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边喝着咖啡 边欣赏外面的风景了 然后在这边 再放上一排软沙发和熔炉 最后在床的上面 放上两个床头灯 嘿嘿 我这豪华大别墅就大功告成了 你们看 是不是特别像一个水帘洞啊 阿呸 你能不能别在那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了 我马上都快听吐了 你这非民就是在羡慕我 走 让我看看你建的房子怎么样 好家伙 屋里面只有一张床 这也太简陋了吧 你懂啥 我这可是最流行的复古简约风格 还复古简约风格 我看和乞丐房没啥去比 还是让我来给你布置一下吧 先在这个屋顶放上两盏灯 然后再放点软沙发 这个角落也再放点书架装饰一下 最后在这边再放一个书桌 怎么样 这样一收拾还不错吧 就这 其实我刚刚是故意的 主要是想给你一次展现的机会 你可拉倒吧 走 让你看看我那别墅 去了绝对就不想回来了 嘿嘿 不错吧 我这房子又大又豪华 不是我吹 这面积一个给你两个 大有什么用 还不如我的好看呢 而且你这床头灯装的太矮了 不怕睡觉的时候碰到头吗 你懂啥 我这是欧式风格的设计 伙伴 你们说 我的房子和兔妹妹的房子 哪个好看呢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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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